池云山确诊多宗新冠肺炎病例 迅长人流大减 有政府专家说 现时是真正持续本土爆发 整个东九龙的情况都令人担忧 池云山一带近日新增多宗病例 部分患者去过的池云山中心人流冷清 又吃电话只有一至两成顾客 有患者光顺过的酒楼如常营业 食客说不担心 部分店铺贴出告示 说疫情严峻休业几天 继续开业的都不见得好生意 我们专买抗疫的一些站稳 因为没有人来经过 都没有生意可以做 也有街坊说会避免在商场里面逗留太久 还有尽量不接触或者使用商场设施 例如扶手和洗手间以免感染病毒 政府专家顾问之一的梁卓慧认为 不止是池云山 整个东九龙情况都令人忧虑 政府应该优先为区内安务院做检测 也都要留意沙田、大卫和火炭一带的传播 他又说现在本港病毒的即时传播率 已经由疫情初期的一至二升到接近四 也就是说每一名确诊患者 平均可以将病毒传播给四个人 他估计本港可能有至少50个隐形传播者 建议市民减少社交活动 在可行情况下 故着应该作弹性上班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黄善学报道